胖妞 小黑 你们还懂什么呢 快去领黏土啊 领黏土 胖妞啊 你是搭什么领啊 对啊 按奖状领黏土 我先去了 晚了就没了 奖状 小黑 你干什么呢 胖妞 能干什么呀 当然是找奖状了呀 小黑 你的奖状还随身携带呀 随身携带 是啊 哎 胖妞 你还给我启发了呢 我的奖状全在家里面 不跟你说了啊 我需要回家拿了 这奖状领黏土呢 都领了几个小时了 也没有领出去几包呀 老师 我来领黏土了 哟 小黑 你也有奖状呀 那必须的嘛 来 让老婆看看 好 小黑同学在2022年学期当上卫生班长 没错 我当上了卫生班长 只是这套怎么样 给我发的 那行 你领黏土吧 老师 我能领几包呀 两包 两包 要个蓝色的 只要一个红色的 那小黑 你还能奖状吗 还没啦 老师 我先走了啊 不知道还有没有同学过来领黏土啊 小黑回家拿奖状去了 我家里又没有奖状怎么领黏土呀 诶 我可是手工大神 没有奖状 我可以自己做一个呀 我就用这个木板做一个巨无霸奖状 一拖细一点才好看 好了 把花边先针到木板上 花边好了 有奖状怎么能少掉了大红花呢 做几个大红花 花要做的大一点 搓五个圆球做花瓣 搓好了 再拿个粉色的搬花芯 把它拼在一起 好了 再多做几朵 老师 我来领黏土了 领黏土 小舅 你的样状呢 在这儿呢 怎么样老师 我的巨无霸奖状能留多少年图呀 这么大的奖状 老师还是第一次见的 老师准备给你998年图 哇 这么多 老师这里没有那么多 走 我们去校长办公室里 好 那我的巨无霸奖状呢 太快请到校长办公室了 走 老师小心点别工作坏了 老师